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萌 童大人 你还认不认得小植啊 杨大人 你怎么会在这啊 两位 董大哥 我之前听说新者库走水的事 今天专程来看看佟大人的伤的 你干什么呀 你来这干什么呀 走啊 你先拉我爹去哪儿 放心吧 佟大哥 我不是想带大人去哪儿 我只想来帮他 我认得你 我知道你是谁 是你 记得你们父子俩做过什么 当初 若不是你爹 故意坠马 逃避一治乾隆爷 令乾隆爷回天法术 我爹 就不用无辜受累 我们佟家这不会轮落至此 走 你走啊 你走啊 人家是专门来帮老爹的 就是他们父子 把我们佟家害成这样 在那些知名为名 杀人灭口啊 走 你快走啊 走啊 你走啊 杀人灭口 有必要 你看看佟大人 火热好气 好阴两伤 面色无华 蛇红胎黄 祸毒内功 祸窗寒农败坏 窗毒职工脏腑 如果再不一致 不出十日 必定要尸无灵 我有必要 多次一举吗 童鸡海呀 之前我们那么辛苦 求济世王的太监 请大夫来 他们根本不理我们 你呢 你就知道在这儿算 你算了这么久啊 能算出老天爷爷 要如何救老爹吗 你是不是想看着你爹死啊 杨大人 你别理这傻瓜 快想帮我帮老爹吧 童大人年事已高 而且伤得这么严重 我只可以尽力而为 这些黄连戒毒高 都在受创之处 至于药材 杨某不便在御药房呢 但会找人在宫外张罗 再每天送来给你们 麻烦董兄代为剑药 杨大人请放心 不但因为以前 我们曾经在太医院供过室 而且老爹的伤 我们不会坐视不理 对了 这儿平常有没有女子出入啊 这是新者库男子居所 我们家眷又不同在宫中受罚 怎么会有女子过来 我只是随便关闻 爹 是海鸦连累了您 您吃吧 老爹的药 有劳动大哥 药是杨大人抓的 我只是负责监 用不着谢我 你刚才不是说出去打水熬猪吗 哪儿来的这么名贵的锦盒 那个锦盒 不是董大哥你之前放下的吗 又与你无关 之前我看杨大人来的时候 没这个锦盒 这糕点很精致啊 像是宫中主子赏赐的 糕点 甜的容易入口 我拿个粘碟 你又怎么了 姬海 赵洪志 跟这张简纸同志同色 留上此那张喜字 原来是出自同一个人 去唱一个那位娘娘 牛 我跟爹都是属属的 牛正好就是属属的六合贵人 九块 叙事 是水地壁卦 要数九五 爹 跟那次天降喜字一样 我真找到贵人了 是常云阁那位娘娘 我刚刚听到一个关于马西满的消息 心想摸摸 你会有兴趣啊 众所周知 明爵高柳斐 如今深得如飞娘娘欢心 将会再次进宫登台 续演牡丹亭 但我舅舅竟说 姓马的 早上还在督促小太监 排练同一出席 你说是不是很奇怪 你怀疑马心满打算对付高柳斐 让他明天不能登台啊 姓高的功高盖主 马心满又岂会容得下的 相信嬷嬷你不会见死不救吧 为何你认为我一定会帮这个姓高的 姓高的值不值得帮 你应该很清楚 我清楚 是你今时今日 已经不把马心满放在眼里 觉得没必要借机去打击他呢 还是怀疑我所说的话不是真的 你今日盘算的 只是为了这个 如果你不信呢 那就算了 如我所料 今天真是打架的 我只是想再问你一声 刚才你从苏公公身上知道这个消息 你有没有打算过 把这个人情再卖给马心满 等他朝有一日 你可以跟他合力对付 就凭你这种无声的回应 我相邻信你这个消息 我对你仍有叛逆之心 你也笑 我笑 是我看得出 这才是我所认识的书兰 当然了 最重要的是 就算你曾有过那种自私念头 但是到最后 我也相信你不会这么做 因为你跟我都知道 跟马心满这个小人合作 百害而无一害 说得好 你我是否彻底互信 并不重要 能够在宫中 保住一个让马心满 头痛的闲人 才会百利而无一害 如今 只要摸摸你去操心 来不来得及救这个闲人 才最为重要 高老板 为何不举注啊 韭菜这么名贵 我怕吃完之后 公公会把这笔账 算是我们张合班欠你们南府的 马公公贵人事忙 有事吩咐高母的话 倒不如有话直说 高老板 您这声傲气呢 有时候真的很难跟您相处 我也问过自己 我自己也有不适 您知道我在宫中 是什么地位了 我不是自夸啊 不过人人对我呢 都和颜悦色 却只有高老板您呢 不屑如此 老实说 我也是因为这样不习惯 所以当初跟高老板您呢 起了冲突 但是 我如今真的服了 真的要像高老板您 这股傲气 才配得起高老板您的 超群技艺 是真服呢 还是因为如飞娘娘 如今对我另眼相看 而不得不服 高某还真是不太清楚 高老板随随便便 露了两手 马上就成了宫中的红人了 要问我心里 有没有酸溜溜 当然有了 试问有谁不要面子 但是营子呢 就更重要嘛 偷高老板的红服 我们南府 可今时不同往日了 赏营不止倍增啊 各宫房的人呢 也十分热情 经常跑来孝敬我 那总之呢 以后我们哥俩一条心 唱完这出牡丹亭 还有一出南科技 紫差技 邯郸记 凌川四梦 兰州六梦 穷州作梦 我们什么都把它唱了 来 我借你呗 高某只是一心 想把牡丹亭唱好 哦 明白明白 高老板明天要登台嘛 当然不适宜喝酒了 其实我早已经准备好了 乌梅茶 好让高老板饭后用来润喉啊 干脆现在喝吧 小二 给我拿乌梅茶来 知道 老板 老板茶到 哎 高老板 喝完之后呢 早点回去歇着 养精蓄锐 明天准备登台 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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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二 well 嬷嬷 亭园的活干完了 是啊 这茶好香啊 是不是白牡丹茶 你也坐下喝一杯 甘醇清新 最适合这时候喝了 那今天的风向 合不合你的心意啊 有没有北风 把高流斐的曲调 吹算过来 今年的确吹北风 不过听不到曲调啊 明明已经是深时 是应该开唱了 难道是北风不够强 白牡丹茶叶 差不多喝完了 我去茶房拿点 嬷嬷 让春林去吧 你会选吗 你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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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国飞鸟的上次 两位把牡丹亭这出戏 唱得淋漓尽致 令本宫和几位妹妹大饱耳服 有幸为各位娘娘唱戏 乃小人之福 牡丹亭文词优美 感情充沛 也是小人最喜欢的戏 最近小人将后购 回声 昏走 几遮戏文抄露吟唱 欧佩以心得感想 倘若如飞娘娘不嫌弃呢 小人想将戏文赠娘娘 一谢娘娘的恩典 难得云老板有此心思 方才几遮戏 欺怨动人 两位演得令人动容 不知两位认为 人世间有没有如此真情呢 回娘娘 戏许之所以如此迷人 正是因为一切都只是个故事 如何谈得上是真的 小人却认为 戏文虽然虚幻 但当中的道理 也是人之常情 两位都各有高见 但是呢 高老板认为 追求这种至情 冲破樊梨 并不值得 小人只是觉得 如此至情 又何须强求 永兽宫那边 有没有说如飞娘娘是何病啊 那倒没说清楚 不过无论如何 娘娘也不用太担心了 病这种事 谁能说得准哪 急起来也没办法呀 如果我是马新买 事成的话 就随便交代一声 那些娘娘主子 也奈何不了她 幸好这次高老板 复兴高照躲过了一截 如今啊 轮到马公公拿我们 没办法 结果这四次演出 高兄在如飞娘娘眼中 地位已经稳如泰山 让那个马公公 以后再不敢 打高兄的主意了 娘娘 千蕊来为观音法弹添水了 进来吧 刚才是尔和姑姑亲自来传话的 她是如飞娘娘的近身 如果走得开 可能如飞娘娘的病 也不会太严重 说到底 一连这么多天 都在昌音阁听戏 天气不是鼠热难耐 就是风沙扰人 如飞娘娘若是因为这样 而有所不适 也难怪 太妃娘娘前两天 也听见如飞娘娘咳嗽了 我不过把消息转告高老板一生 需要花我多大力气呢 我这人没什么本事 就是朋友多人脉广 尤其是在宫里边 要我顺藤摸瓜 查出什么人 到底有什么居心 这方面 我是比人家稍稍厉害点 巴茶大人随便一句话 就保我高刘斐平安大吉 高某欠了大人一个人情 客气客气 高老板日后有机会 能在宫中各位娘娘主子面前 多美言几句 这个人情就都还给我了 千蕊不是想多事 不过千蕊不明白 娘娘为何这么不高兴呢 是不是因为今天 那些外学龄人唱戏不太好 所以娘娘才会不高兴 连去寿康宫的心情都没了 你觉得他们唱得好不好 耳喉姑姑说我不会听戏 所以千蕊也不敢说 他们唱得如何 但故事我听得明白 能够大团圆结局 令人羡慕 也很好看啊 就正是令人羡慕这四个字 才会让本宫担心 到底以后如何踏足受康宫 传妃娘娘 我看你无精打采 是不是不舒服啊 还是担心儒妃娘娘的病啊 哎 如妃娘娘办戏 本来是想与众妃嫔同乐 惠泽六宫 如今病倒了 奴才竟然听说有宫女暗地失望 说如妃娘娘调理身体的时候 就不能看外学灵人唱戏了 主子病倒了 身为奴才的还惦记着看戏 放肆 请恕奴才直言 如今这两位外学灵人 已经风靡后宫 上至主子下至奴才 无不想一睹这两位灵人的风采 奴才恐怕 一旦有好事之徒 天之家业 就会说宫中女眷 迷恋灵人 后宫风气不静啊 意思是说 如妃娘娘照外学灵人唱戏 扰乱人心 昆曲本是雅学 外学灵人造诣过人 备受欣赏 有什么奇怪的 除非有人存心不良 歪曲事实 不然的话 哪来那么多闲话啊 奴才并无此意 请太妃娘娘息怒 妹妹 最近你跟如妃娘娘 姐妹和睦 本宫也很欣慰 不过 永寿宫跟寿康宫 毕竟是两个宫坊 妃子跟太妃之间 也各有身份 姐妹之情 常在心中就够了 妹妹 相信这个道理 你不会不明白的哦 妹妹言行 有失姐姐期望 实在不尽 请容妹妹先行回房 妹妹告退 是一场大猫 恶娘 我去上课了 你以后要小心哪 切记步履轻浮 摔倒受伤就麻烦了 知道吗 知道了 二娘 我会小心照料我阿哥的娘娘 奴婢先告退了 慢点走啊 想不到四阿哥 对这个外学灵人也这么好奇 这次本宫真是无心插流 造就了他无人不晓 难道娘娘担心 宫中女眷如果对这个兴高的太过于好奇吹捧 会招人口实 本宫所担心的不是这个什么高刘斐 而是柳梦梅 娘娘指的是牡丹亭中的角色 柳梦梅可以为了一幅画 就对那个杜丽娘一往情深 甚至知道他是鬼魂的时候 只不过是稍稍饥饿 而且毫无悔意 这种真情 对于后宫中人来说 实在是难能可贵 令人羡慕 所以难怪宫中人 对于这个饰演柳梦梅的高刘斐 另眼相看 娘娘 像这种能够不顾身份 突破生死的感情 岂止在宫中难能可贵 就算是民间 能够有幸遇上这种情缘 又有多少人 小明子参见如妃娘娘 何事行色匆匆 回娘娘 小明子刚才听到 寿康宫义消息传来 说纯太妃娘娘突然离开了宫坊 现在行踪不明了 喂 你刚才有没有看见 有位娘娘主子经过这儿啊 你说刚才 寄康宫跑来 踢散了我的树叶的人 他跑去那边了 快追 纯太妃娘娘 纯太妃娘娘 我先紧开找你的太监了 引开了又怎么样 只要还在这堵红墙之内 我能跑得掉吗 畅英阁出口很多 倘若纯太妃娘娘您 想偷得一刻安闲 此地实在不宜久留 我用不着你这个新者库的人 给我献计 快点退下 免得惹祸上身 奴才妃娘娘着想 是因为娘娘 是奴才的贵人啊 你在说什么贵人 纯太妃娘娘 只有您才能帮我 我同家三代为官 我爹同太 是前青天剑见证 尽忠职守 后来我们一家 被贬至新者库 但其中 有莫大的冤情了 看见纯太妃娘娘您 在万岁爷面前每言几句 求他对我们同家 网开一面 你要翻案的话就去刑部 快出去做事吧 只有娘娘才能帮我 你看这两张材质 这张是上次在这儿 父亲捡到的 另外这张 是给一些糕点 上次送给我爹的 其实 我已经在这儿见过娘娘了 当时不知您是哪个工坊 我已经找接口来这儿 守护您好几天了 怎么我的剪纸会在你这儿 这是娘娘的 其实上次 我已经捡到一张 双喜字的剪纸了 就算你真的捡到我的剪纸 也是巧合 你别再缠着我了 不是巧合 天将喜字是大吉之兆 牛是叔叔的六合贵人 我跟我爹都是叔叔的 这就证明了 太妃娘娘 就是我们父子的贵人了 你凭几张剪纸 就认定我是你贵人 这是天意啊 明明中注定的 不然我就不会在这儿 附近捡到剪纸 不会在这儿娱乐娘娘了 明明中有主宰 不错 如果当初柳梦梅 不是在梅树下 捡到杜丽娘的话 而我 又不是在这儿 捡到个鼻烟壶 娘娘 您找什么 让奴才帮您找 快点帮我找个鼻烟壶 一定是刚才在路上 不小心掉了 知道 姑姑你的脉相平和 之前你说过 偶尔睡眠不稳 最近有没有改善 大人之前给了我个香包 果然有宁身安睡之下 那就好了 在迈案上 我会继续写 姑姑你的诗心风 并未康复 到适当的时候 自然说你要诗无效 让如飞娘娘 向皇后请旨 安排你出宫 大人 这次真是多谢你帮忙 帮得了固然好 帮不了也无可奈何 大人 你有些不顺心的事 因为先父有个老朋友 前几天在新者库被烧生 情况凶多吉少 童太的情况 真这么严重啊 我不知道 你如何认识童老爹 但新者库那边 我劝你不要再去了 一个失心风的人 能够在宫中自由行走 难免惹人怀疑 到时候要再为你装兵作假 就算如飞娘娘 也恐怕无能为力 我怎么会去和新者库呢 不过是听说 童太烧伤的事 刚才姑姑的反应 也许还可以言辞辩驳 但是气味不可以 之前我在新者库 也闻到一模一样的柑橘 穿胸的味道 我昔日是有负于童老爹 所以一听说他烧伤 就想着把娘娘送来的糕点 转赠给他 当时一份心意而已 热魁自知处境尴尬 放心吧大人 我出入时 已经非常小心防他而目 只不过 我没想到 会逃不过大人的鼻子 作为一位大夫 要识别上千种药材 除了靠形状 就是靠气味 从每种药材的气味 到不同药材 煎成一剂药的气味 最后 在病人的身上 是相思成疾 还是 称病逃避的气味 虽然看不到 又摸不到 但正是 因为他的无形 在你不为意之间 已经败落了 你最想掩饰的是 你最不为人知的心思 如愿向三位太妃 太平娘娘请安 寿康宫是简朴的地方 现在又是非常时刻 大家无需多礼 如飞娘娘 你先坐下再说吧 谢雍贵太妃娘娘 如飞娘娘 你果然消息灵通 这么快就知道 你永寿宫的内侍在这 我还以为 我只是来得及 通知楚秀宫的人过来呢 如月并不知道 我宫房的小名字在这 如月行色匆匆 无论如飞娘娘 你为了何事 来我寿康宫 自然尊驾清灵 跪在眼前 这两个泛季奴才 又是来自永寿楚秀两宫的 那么正好让娘娘 帮我这个身居 捡出的寡妇 来评断一下这件事了 敢问雍贵太妃娘娘 我宫依晴 到底犯了什么事 会在寿康宫呢 刚才他们两个 意图攀爬工墙 去捡风筝 哦 原来不过是 小事一桩啊 大胆 六宫乃太监宫女 工作侍奉的地方 稀完游乐 是主子的事 而且 皇后娘娘 如今不在楚秀宫 一个小小的宫女 竟然敢跟内侍太监 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还扰攘到我寿康宫 放风筝的 只是奴婢一人 小名字是路过而已 我求她帮我爬上墙 捡回风筝 此事与她无关 大胆一琴 雍贵太妃娘娘正在教训 何时轮到你插嘴了 姑奶奶到现在才教奴才 不知道是不是教得太晚了 这么快就替雍贵太妃娘娘 说话 你是不是也记得太急了点啊 雍贵太妃娘娘 既然一琴都说 此事与小名字无关 小名字理应可 跟我们回永寿宫了 果然一个小小的宫女 在后宫的日子久了 说句话都分量不同了 而和你所仗的气势 真是无人能及 但是无论你在后宫的日子 有多久 而和你再久 也比不上我这个寡妇久吧 先帝遗双 紫禁城上下以孝礼侍奉 莫敢不从 说到底 这个后宫乃当朝圣主的后宫 如月作为妃嫔 在皇后娘娘身负热河期间 既有责任共商管制六宫 也有权替雍贵太妃娘娘您分担 小名字是错是冤 如月查明 定会向雍贵太妃交代 依勤是则是罚 想必穆都尔也会秉公办理 又要述如月旧事重提 如月急着来这儿 是因为听说纯太妃 好像对雍贵太妃出言不敬 所以才特意前来问候 娘娘说的话铿锵有力 但是我受康公 眼见奴才 数典忘卒 破归犯尽 如果像以往那样敷衍了事 我真的难有面目 在乾隆爷的灵前跪拜 娘娘 你暧昧心切 这个我明白 但是你总不能以为 我这个寡妇 会一次又一次地 顺你的意思 既然是宫女 一勤一人有过 但是那一世 小名字未加阻挠 也难辞其咎 就由小名字 代替本宫执行 责打一勤石板子吧 今天这么多主的姑姑都在 你还不打 是不是想在天麻烦 多成事端啊 你 娘娘 我寿康公自问楚氏公允 今日楚秀公的人 我都严苛处置 而淳太妃 虽然是我寿康公的好妹妹 但是她犯了公规 我绝对不可厚此薄彼 轻易饶恕她的 今天可要如妃娘娘你白走一趟 人家说兄弟姐妹间 总会心灵相通 可能是因为青梅竹马所致 也可能是因为血脉相连 而令我们之间 有一份心灵相通的东西 我这个妹妹 虽然跟我不是同一个恶娘所生 但是已经可以猜到 我这个姐姐心里边在想什么 二和 你说我当日 是不是应该如常去寿康公 给她讲故事 让婉秀对我不会有所怀疑 直到亲妹妹 偷偷爱慕一个不可爱上的人 既怕伤害妹妹 也想保护妹妹 一时之间不知如何面对 一直有所逃避 乃人之常情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娘娘根本是迫不得已 再说 一切都是源自那几个外学 进宫唱戏才会有接踵而来的种种 未免再生事端 既然娘娘 进过一次不让外学人进宫 如今就索性以后都不让他们再来 先杜绝此祸根 他人在想办法去安护淳太妃娘娘 向名字有事向娘娘禀报 习方殿的香灵嬷嬷求见 如飞娘娘吉祥 无须多礼 你这么晚来永受宫 是不是五阿哥有什么事啊 娘娘请放心 五阿哥有杨大人密切照顾 身子并无一样 只是五阿哥近日太惦记娘娘了 晚上一直闹着 想娘娘多来协方殿 教他写字而已 既然五阿哥没什么事 你无故夜访永受宫 很容易惹人说闲话 如果被好事之徒 揣测到你与我们永受宫之间的真正渊源 倒是你承担得起吗 香灵今晚来求见娘娘 并非行事草率 只是受人所托 偷偷摸摸的事 不管是谁托你都一样 香灵今晚是受四阿哥所托 此事光明正大 也可公告人前 又岂会是偷偷摸摸 而和姑姑今晚 似乎想得太多了 你是说四阿哥有事要找本宫 因为皇后娘娘 将会在秋后举行千秋寿宴 四阿哥今天跟我们几个嬷嬷提起 说自己废寝忘食 终于想到如何向皇后娘娘祝贺生辰 所以特意拆奴婢前来 问准如飞娘娘 那四阿哥他到底想到了什么呢 四阿哥自从之前 见过外学高流匪 在畅音阁畅戏的风范 就为他所动 所以想向这位外学学习一些畅枪技艺 用意在千秋宴上 亲自向皇后娘娘献祭 四阿哥今天已经命人奏请楚秀宫了 但是奴婢想起来 娘娘之前曾频频照高流匪唱戏 如果四阿哥要学戏 那这个外学会分身不暇 又会打扰娘娘的雅信 所以四阿哥就拆奴婢来 向娘娘借这个外学以用 还望娘娘恩训 要皇后娘娘高兴有很多方法 根本不必 皇后的千秋叶是每年的宫中盛世 何况难得四阿哥一片孝心 本宫本来也不打算再招外学进宫唱戏 如今就让四阿哥为这次的寿宴 好好准备吧 那奴婢就带四阿哥谢过如飞娘娘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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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先生 为何我的嗓子怎么唱都没有先生的响亮呢 回四阿哥 用丹田运气发声 乃我们唱戏的基本功 一开始确实难以找到窍门 你可以试试用手 按着肚子来感觉一下 让我示范一下 四阿哥 你注意看着 他真是高大英俊 他就算在台下也能够潇洒 我说他有本事才对 这么快就教会了四阿哥怎么唱了 哇 他好厉害啊 是啊 如飞娘娘娘最近有要紧的事吗 暂时没空来协方店看望五阿哥 所以就托我把这几本先贤的书法字帖送给五阿哥 请香灵嬷嬷继续陪着五阿哥好好临摹练习 香灵遵命也有劳姑姑百忙之中抽空来一趟 对了 娘娘近日之所以是吗 是不是为了皇后千秋燕的事而操心 这可要拜你们协方店的人所赐了 姑姑你这么说 香灵好像不太明白 四阿哥要为皇后娘娘唱戏是一片孝心 但先要向个外学请教 以致外学灵人又不得不终日在宫中走动 此事又岂会不让如飞娘娘操心费神呢 而你 就算不是四阿哥的嬷嬷 但同为协方店的人 不止不尽力劝阻四阿哥 还大力怂恿 像这种麻烦事 若不败你们所赐 那又该怨什么人才对呢 四阿哥聪明过人 处事又有主见 这次的事旁人怎么怂恿得了呢 四阿哥他有没有被旁人左右 我当然无凭无据了 不过我知道后宫是个没什么男人的地方 能够与一个俊朗不凡 又熊啾啾的男儿共处同意屋檐下 就算像嬷嬷你这种有夫之妇 也不可能不欢迎吧 姑姑你这么说是想得太多了 后宫之所以没什么男人 是因为后宫是个讲究刚介的地方 所以你不能怪我会想多了 也不能怪如飞娘娘 要时刻为这些歪风而头痛 希望四阿哥能早日学有所成 就无需那些外学灵人 再在宫里到处招摇了 我们的爱情 门外有几个故事 像雪花飞众 城外放低了枉事 像送走清风 墙内每一次偶遇 渴染于仓窮 蠶食着华丽美梦 那伏计西东 查鸾幻涵风急如蓝气 在衷用 孝心却变猜心笑与中 有过情恶故琴感动吹折心战 遗憾当错意想不忠 雪上寂寞翻出晴晴冰风 感规到最深的心 如心灌着风声有情与人 残酷其神阴水亦不知所重 如心直落翻出晴晴冰风 感规到最深的心 如心灌着风声有情与人 你最爱只够缘分目送